诸位家人呢 大家好 接着大伙分享这个菜叫吉利啊 地瓜盒啊 一定要吉利蜜盒啊 主要原料啊 就是地瓜啊 有的地瓜有叫红薯的 辅助原料呢 有豆沙啊 豆沙馅 还有一些面包糠 就是把馒头啊 扒了皮儿 切成片儿 再切成丝儿 再切成末儿 再剁一剁 还有卖现成的面包糠啊 这也可以啊 也可以 现在我怎么看看 怎么把地瓜切 一般地瓜切什么样呢 切成夹刀片 切夹刀片啊 把自己的刀给连一些啊 一定啊 薄厚均匀 不要切断 不要切断啊 不要切断 就要把夹刀片啊 这往里好会搁上豆沙馅 把它豆沙馅啊 这么挤里头啊 这么挤里头 不要搁太多 但也不要搁太少啊 轻微一压就可以了 表面不要漏豆沙馅 表面一漏一砸就冒出来了啊 先备用 首先呢 捏好豆沙馅的啊 这个地瓜盒 沾上面粉啊 面粉 完了给它弹一弹 拖上面叶 这个面叶什么 就是白面啊 里头放点水 少割点少苏打 调整个生面的糊 完了割上面包糠啊 面包糠 面包糠 我卖现成的 或者也就馒头渣啊 给它沾上 沾上 两面都沾均匀了啊 这就可以炸了啊 特别是开口处啊 开口处 就粘均匀了啊 就这个形状啊 就这个形状 往摆着牌子啊 带用 全部给它整完之后啊 就把它带用 一会儿我过油炸 如果没有面包糠的话 怎么办呢 可以沾上那个生姿嘛啊 不管黑的还是白的 都可以沾上姿嘛 也不错啊 如果是我不跟生面酱 可以不 也有沾不上啊 那沾不上 瓜糊炸也可以啊 也可以 地瓜这么吃啊 效果很好啊 现在我马上就开始过油啊 现在啊 油温上到四层现实啊 把这么轻轻的一按啊 帮着去炸 油温不能太高 太高有一个糊 太低也不行啊 太低也不可以 炸啊 慢慢炸 慢慢炸 油温千万不要太高啊 不要太高 能炸就行啊 一会儿炸飘上来了 这就马上要好了啊 这就要好了啊 大约就炸啊 一分多分钟啊 一分多分钟就可以了啊 你别看我这录像 录像我剪辑了啊 这就好了啊 好了 这气泡的很少了 就把它捞出来 啊 这个菜 马摆在盘上就做好了 一定记住一句话啊 不要炸大劲了 千万千万不要炸大劲了 这个菜做好百分之后 一个刻意按一片就可以了 一片可以了 呃 有想互相交流数十的呢 我一般三月份以后 我就可以招生了 每期班大约就五个银 学期呢 一周 如果长期学习呢 你就得提前打招呼啊 长期学习点 呃 费用是免费的啊 都是公益的 我的手机号码是 13050383528 13050383528 学习地点 在辽宁丹东啊 五龙卑啊 一个农村小院啊 农村小院 好了 接着大伙就分享到这啊 谢谢诸位 我开始上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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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